周琪成为狼狼的第一中锋 而且是新尼界的中锋 他所拿到的17个篮球 帮助了辽宁队力压了广东队赌光 那么姚明放走周琪 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 提到这里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部的点赞按钮长按 并且点一下收场推荐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 其实对姚明 他放走了周琪 让周琪离开四杯 去到澳洲打比赛 很明显 这是一个很大的 师父来了 因为直到如今 新尼界的狼狼内线的层面 肯定是要依靠周琪大魔王给扛下来的 虽然说在过去的比赛当中 那么很多人对周琪 他在赛场上有一些误解 也就是过去甚至一度被称之为波兰周琪 但是提到这里 大家不能否认的是 现在周琪的实力 以及他在场上的发挥 对比起他以往 包括了在世界杯 在以往国际赛场上的发挥 进步了很多 而且呢 另外我们还要聊到周琪 尤其是他在赛后的采访 在赛后呢 包括也跟杜峰进行了沟通聊天 同时还有跟姚明进行了沟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周琪他离开四倍 然后去到NBL了 这确实是一个不太佳的选择 尤其呢 是对于姚明来说 那么其中呢 拒绝周琪离开新疆队 加盟到其他球队 如今来看 恐怕要做出更改了 毕竟这一个决定啊 可以说呢 是影响到了 囊狼 新一届的第一中锋 他的前途更发展了 而且呢 这也会关系到 我们囊狼度股 接下来的比赛 首先我们要回顾起 那么 整场比赛打下来 总决赛当中 周琪他在辽宁队 起到了作用 大家有目共睹 当周琪他面对着 广东队的双内线 包括了刘翔星 另外包括了神子杰 大家能够看得到 周琪很明显的 实力是远超于刘传星 还有神子杰的 虽然说神子杰大鸟 他在场上不断形成了 暴扣得分 但是很多篮榜球呢 依旧是让周琪稳稳拿下来的 另外对比起刘传星 更加不用多说 刘传星他在场上 篮榜球跟得分能力 可以说呢 篮球在意识层面 在打法经验层面 周琪都是要比他更胜一层楼了 随着异剑联 他逐步退役之后呢 那么周琪很明显呢 将会成为新一届的内线魔兽了 虽然说阿联他新赛季 还会继续出仗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异剑联呢 未来的比赛 顶多呢 只能打个一两年 而且因为跟剑断裂的影响 接下来肯定呢 要让周琪大魔王来接班了 所以说周琪他如今的实力 完全是具备我们狼狼的第一中锋 这个总体水平 另外我们再来聊到周琪他在过往 为什么会受到种种质疑呢 其实呢最主要还是因为 19年的世界杯比赛 当时因为周琪他面对波狼战队 因为最后的一个罚球跟队友 形成了一个默契程度不够 还有当时里南主教练 他的指导 导致了我们输掉的比赛 而且是无缘了后面的比赔了 这使得很多人呢 因为一场比赛 而去质疑了周琪的实力 甚至还称之为波狼周 之类的一个称号 确实如今再来回过头看一看 很不应该 因为呢周琪他在过去 怎么说都是刘洋参加过NBA的赛场 而且呢是取得过不错的成绩的 另外呢他回归到CBA的比赛 在内线层面呢 他的得分效率跟数据 都是稳居着前三位了 所以说呢过去呢 大家会因为周琪一场比赛 而否定了他后面接连一连创的比赛 如今来看呢周琪 他确实在内线层面呢 排名第一位了 17个狼板的数据在总决赛中 这就是很好的证明了 另外还有13分的得分了 所以呢接下来呢 姚明他拒绝周琪 他离开新疆队 加盟到辽宁队 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来的 毕竟周琪他想要回归到辽宁队 而且他在赛后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更加的前驱低调 周琪呢他也明确谈到 他想回归到辽宁队 内心呢会感觉到温暖 希望接下来呢 包括了辽宁 包括了四杯方面呢 可以给到他一条绿色通道 让周琪回归到辽宁队 留在四杯打比赛 新赛季当中 那么再一次跟广东队进行对共 肯定会更加精彩 更何况周琪留在国内打比赛 狼狼任何时候需要周琪 需要周琪带队出仗 都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是否支持周琪 接下来姚明给他开锐灯 让他留下来打比赛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点关注并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